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老師這場演講 因為老師他真的是 台灣生態的教父 昆蟲學權威 然後口才也是相當的好 在這裡不要耽誤各位的時間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歡迎楊平士 楊老師 謝謝林小姐 還有我們出版中心的 還有在座高雄的 有一些是老朋友 那大部分都是新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謝謝 我滿感動的是 今天我碰到我兩個 大學算很好的朋友 一個學妹 陳瑞英 你也手一下 還有一個同學 蔡靖 他們兩個很恰巧 都是在這邊當志工 大概我們有 沒關係 我說年紀沒有關係 我大概是61年大學畢業的 現在已經一百年了 有這麼久嗎 那能夠在這個地方 又碰到過去的老同學 老朋友 覺得一開始就覺得非常溫馨 那其實我一個好朋友 也是在你們高雄 當過海洋局的副局長 陳潮興 陳博士 結果他很不幸 在大概兩年前過世了 我的同學 蔡同學 他以為他肝臟就很激動 所以我陪他在後面掉眼淚 不過這個是人生無常 大家一定要把身體養好 在座的也有滿多的是退休 多鍛鍊身體 多走路 我現在肚子很大 所以大概晚餐後就開始走路 走路 吃東西又很貪吃 但是走路 反正走路都走不過 吃東西的速度 所以也是很痛苦 今天中午在對面 有一家素食餐廳 很好吃 我今天把它全部吃完 那現在就有點後悔 肚子又要撐起來了 大概不能太貪吃了 來逗運動 很難看 很難想像 我過去是運動健將 很難想像 我曾經是大專運動隊的紀錄保持人 我很會保 我100公尺再跑11秒多 當時學校校隊 跑短跑的只有一個贏我 所以我那時候從400接力 1600接力 還有從200 400 800 跑到1500 我大作運動是1500跟5000的紀錄 現在幾天都很難過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我在想大家都蠻會養生的 不過今天不談養生 今天是跟大家談我的專長 我幾乎是從年輕時代 一直做最後面的研究 我大概這輩子做了研究 以蝴蝶 蝴蝶 最終ılan的答案 生活在水裡面的昆蟲 還有呢 所謂保育類的 還有探話資源的利用 大概一輩子都是 在台大指导学生也都做这一块的 前几天我还到我们高雄的茂林 茂林有一个很有名的蝴蝶果物 有没有去过 有去过几手 在座还是很多人没去 台湾人 尤其高雄人 一辈子必须要去的地方 不去的话真的会后悔 为什么呢 全世界维俄的蝴蝶谷 非常好的资源 第一个是比较大一点的 是在墨西哥中部的山谷 那个是北美洲的大法班谷 Monarch的帝王谷 或者是大法班谷 它每年秋天会从北美 包括加拿大 包括美国北部 往南飞 飞到墨西哥中部 中部的山谷过东 有一部分族群会飞到加州 西岸加州过东 第二年他们跟他们的后代慢慢慢慢 就是沿路 下淡 繁殖 再往北飞 周而复始 大概要飞三四千公里 他本身后代的后代大概要飞三四千公里 一个小小的蝴蝶多大 很小 就这么大一点点 它能够飞那么长的距离 而且都没有忘掉 它的DNA告诉说 一定要往那边飞过东 不然你留在原产地会饿死 会能死 那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它的生殖限是不发育的 就是很迟缓的发育 那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呢 生殖的发育开始在国内交配 然后慢慢往北飞 慢慢下淡 那台湾呢 最容易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茂林 茂林是哪一个县 同学 对哦 是哦 对 高雄市 对不对 高雄市范围的 茂林也是变成一个区了 所以 而且呢 开车都可以开得到的地方 就在路边 你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 或者挂在冬天的时候 量最多在什么时候 大概是一月 一月份的时候最后 一月份的时候量最多 有多少呢 要怎么去算呢 因为我们这几年 我一个学生就常住在那里 已经坐了差不多将近十年了 对他的里面 鼓里面的这些 什么时候蝴蝶开始飞进来 有哪几种 什么时候再飞出去 大概基督的信心 然后呢 我们会在蝴蝶翅膀上面做记号 标示 然后再把它放出去 再利用扫网的方式 再采到 然后用统计去算 有多少呢 大概一月份的时候呢 这几年数量都很稳定 大概是三十到四十万只 三十到四十万只 这个数字的话呢 反正你看的都是黑压压一片 在阳光底下 它会发出紫色的光芒 还蛮漂亮的 还蛮漂亮的 常常笑说 连开车都可以看蝴蝶翅膏 最好的地方 在台湾 祖景比较大 大概我现在有两个学生 一个在大舞座 一个在茂莲座 大舞 祖景都差不多 亮都差不多 大概茂大舞的 但大舞的不方便看 因为李一那个 就是 就是你开车 但是呢还要走路走一段路 所以茂莲是最容易 茂莲现在又有一个 有一个国家风景特定区 不过那个风景区 去八八风灾的时候呢 那个管被冲掉了 那么管理就被冲掉了 但是呢量有没有减少呢 感觉上是减少 但是不会 大概是移行到其他地方 像八八风灾 我们也发现到 大舞的原来的主要基地的地方 被冲掉 可是呢 它在往上面的地方移动 所以昆虫可以找出路 但是呢 找不到出路是什么呢 我们用挖土机 我们去开路 我们去开垢 它就很难找到出路了 如果是天災的部分 它们可以自己找出路 因为台湾整个中央山脉 台湾我们知道 那个地质或地质 他就告诉你说 每年还在成长 为什么 我们有 就是撞起 对不对 每年那个 那个 那个 我们的两大地块还在撞 所以地震是台湾的特色 你生活在台湾 你必须要适用地震 每年长高了 可是 为什么一直都不会长得太高 因为地震的话呢 还有 又是 我们又位于那个 那个亚洲最频繁的台风区 台湾 下礼拜又来一个青台了 台湾 台湾的话呢 会带来雨量 雨量的话呢 也会造成 所谓的天然崩塌 对不对 所以土石流 在台湾是 台湾就是宿命 地震 台湾 土石流 必须每年要学会去适应的 但是呢 人类的开发 可能很快地把这些 昆虫的气体就 destroy 包括山区的开路 包括山区的开梗 常常是 万劫不复的 以萤卧虫来讲 我做萤卧虫 从97年98年就开始做 到现在还在做 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 做气体 呼吁大家做气体保护 萤卧虫的话 要形成一个萤卧虫 那个气体 那个大概好几代人 几代人 他一直住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萤卧虫这个地方会有 因为他的围去后条件要足够 虫也不能太大 第二个要足够食物 足够食物如果是陆生萤卧虫 都吃什么 吃蜗蜜 吃蜗牛的 水生的呢 必须有小溪流的环境 但是这个环境呢 又不是什么保护区 很容易被 因为农业的开发 就整个吹散掉 所以我们看过太多 今年这个地方 萤卧虫很多 可是呢 一个小工程 几十万上半的工程 可能就把这个萤卧虫 吹散掉 但是当你要去做富裕的时候 我后悔了 我把它吹散掉了 我要虫造 你花的 你这个挖土机 你可能雇工 花这个工程是一百万 可是呢 当你要恢复这原来的萤卧虫的样子 我告诉你 不可能啦 绝对不可能啦 为什么呢 它整个气体被你破坏掉 我一期后就会发生变化了 你花的可能要三四百万 五六百万 剩三十万 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百万之八十 你就会脱效了 所以常常就是我们在讲说 如果很好的气体 我们就把它护下来就好了 不要去不要再过度的一些动作 在哪个地方 因为做萤卧虫 所以会觉得蛮心痛的 就会很多气体被破坏掉